热爱野菇的人到处都会看到咕咕 这天我在台北的巷弄里追花 却不易发现一重显眼的绿河螺散 由于是具有神经毒素的迷幻菇 不敢怠慢 除了近距离的特写镜头 又连拍了三天 索性咕咕一直到老熟都未遭破坏 绿河螺散是木漆浮生 常在浮墓上树朵畜生 分布在北美及东亚 台湾只是低海拔地区 全年都会出沽 俊盖约5到15公分 覆盖着褐色角林 偶然有绿色斑块 因而得名 俊则是绣黄道具红色 螺散鼠是有名的蘑菇家族 大多是迷幻菇 因为含有裸钙菇碱 有些吃的会大笑不止 又成为笑菇 不过绿河螺散胃苦 应该不好入口 全球有100种以上的迷幻菇 而人类使用置幻菇的历史悠久 最早被使用的当属西伯利亚东部的毒瓶散 可以追溯至3500年前 在酒精尚未传入之前 主要用于麻醉 使用置幻物最知名的文化 当属南美洲的玛雅文明 主要是宗教祭典中 巫师吃了之后用来占卜或通灵 直到今天 南美洲的印第安人 还有使用置幻菇的习俗 摊开世界地图 几乎都有鲜明使用置幻物的记载 然而东亚的日本、韩国、台湾和中国 却是唯一的净土 可见我们的汉人及原住民鲜明 都是中规中矩的模范生 当然你也可以说 他们对真菌的使用缺乏想象力 不过古有鲜明 金有拉K族相互回应 我看过一支纪录片 是关于欧洲的拉K族去野外 寻找置幻菇所引起的争议 某些国家基于置幻物的管制 尽采迷幻菇 对了 怀孕和哺乳中的妇女不宜使用迷幻菇 且由于置幻菇引起血压上升 有心血管病时的人风险较大 请不要轻易尝试 好了 现在回到这重绿和罗伞身上 由于发现他的时候 状态完美 一直舍不得迫害他 所以只摘了旁边小朵的看菌哲和菌饼 现在他们已经老熟 我决定摘取一朵大的 让大家看看他成熟的菌哲和菌饼 再说一次 菌哲和菌饼是很重要的特征 鉴定野菇 需要菌哲和菌饼的佐证 我决定的菌哲和菌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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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